再到现在回过头去看 我特别感谢我小时候 有一些经历 我反正觉得特别珍贵 因为不然的话 有些东西我真的体会不到 但是你说的 就是说这种 咱们都是小地方长大的孩子 其实我有个观察很武断 就是往往有些天生生存环境 比较优越感的孩子 今天也是我的朋友 我经常会发现 其实我很希望成为他们 就是他们就是我口说我心 讲什么就讲什么 就是很得意洋洋的 对吧 但是你看我注意到你说话里边 这个你要叫自卑吗 还是叫什么呢 就是啊 你看他时时刻刻会注意 就说当然我也不一定是对的 他会注意到就是说这种 我说的别人会不会同意 或者说我说的 有没有让别人觉得我在吹牛 我说的有没有让别人觉得 我太拿自己当回事了 你觉不觉得有点自卑感的人 经常在跟人交往中啊 往往有自己的这个觉察 就对自己的一个提醒 但我不知道这是好还是不好 就是就往往会好像自信心不足有点 对自己的正确 就是不太确信 我现在不自卑 我也不观察别人 但是我觉得要带着谦卑 我小时候曾经在做团队之前 我是个人工作室嘛 那就找我的戏 跟我合作 就选择了要还是不要了 但是有时候我在拒绝一个事情的时候 无意中伤害了别人的 行为别人本来找你的 而成坤你当时是顺利 当时也不要太过分 但是还是伤害了别人 而当我在做做团队的时候 在现实意义上 我觉得 我终于明白了 不应该做这个事 是我终于知道 我也成了以前去向他们来找我 去演戏的那个比方 当我明白这一点的时候 我也不是在后悔 而是我觉得是 其实我们就是一张嘴巴嘛 有时候成嘴巴一时之快 因为我不自卑的 我觉得每个人还蛮平等的 我最近一个体会 一个老师跟我讲了 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 不管是什么 你能不能在你这一辈子里面 把你天生的这些东西 能够再进一步 就无论是你对自己的 个性的觉察 那自卑可以导致成 你退一步 你就你自毁 再进一步是你怎么用它 你变得谦卑 你可以变得更丰盛 那他说一个人是这样 就一种文化都是这样 就讲大一点 那我们每一个人 你忽然身在了中国 你忽然碰到了中国的文化 你忽然 那你这一辈子 能不能把你所有的这些东西 你能够再进一步 他说这个再进一步 就是最大的一个力量 所以我就觉得你天生是什么 自卑自信都不重要 自信也可能是一个毁灭性的 让你茫然 就是你漠视其他人 都可能了 这会存在的有两面性 包括刚刚您讲的那个 我脑子突然跳出去话题 对不对打断一下 是我的认为是 我又被另外一种观念洗脑 是我相信了本字具足 我相信回到原点是本字具足 所以刚刚涛哥说 你可能是学的是那一套的 就是内观性的 这就是也是王阳明的心学 王阳明的心学 就是武性自足 就一切都在我的这个心里 但这样呢 你就得把这个心称得 称得足够大 装下自己 也装下别人 我现在觉得你看 我觉得我就有焦虑 就是你觉不觉得 我们很多的不快乐是什么呢 是要如意 就这个事情 特别是很敏感的人 我估计像你是搞音乐的 就这个事情必须是按照我 我想象的那个发生 差一分都不行 所以呢 你在生活里处处都是不满意 因为多少总会差一点 然后呢 这种不满意呢 再变态一步 我觉得就会导致我的另一个焦虑 就是什么呢 他们说这个我老讲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强迫症啊 就是说强迫症有一个特征 就叫无限放大小概率事件 就是说 起人忧天呢 就是说今天出门 会不会掉一个砖头 把我砸死 这是个千万分之一的 但是呢 你要有这种焦虑的人 你就会觉得要出事 老会觉得 好像担心的那个东西 会被你放大 你有这感觉吗 阶段性的会 我觉得我偶尔会有那么一点点 有一点点这样 就觉得自己要得重病 这是莫名其妙的 你去医院检查 没有任何问题 可是就是焦虑 这有一种叫疑病症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 就是想出病来是吧 有的时候是 如果你不开心了 无论如何你都是不开心 你去找大夫 大夫说你没事 我也不开心 但是那个事情 你是知道的对不对 就是原因你是知道 因为你的 你就是不开心 因为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人会掉入那种状况里 但是对于我来说呢 我觉得我现在肯定不会 在这把年纪 在这个时刻 肯定不太会 对对对对 就像我也像他说的 我至少我可以 就是我并不寻求认同感 这个 就是我已经对认同感 并不感兴趣 其实有的时候像他说的 比如我交朋友听音乐或者去旅行 我其实是想找到我不知道的东西 对对对 对未知的好奇 对我想了解 透靠你的边界 对跟我不了解的东西 可是如果仅仅是认同你都对 那我觉得就挺无聊的 现在我发现我周围很多朋友 实际上都在打坐 过去我跟这个隔得比较远 我总觉得打坐 往那坐那心乱如麻呀 对吧 对 但是我现在发现周围越来越多的朋友 都跟我讲的 我每天我得打坐就像你一样 这个打坐你觉得它有什么帮助 打坐很好 眼睛发亮了 你可以去试一试 我自己是无意之中的就会打坐 我打坐也不是对的 但我觉得起码在现实意义上 有一个东西是它 你可以静下 当你心静下来的时候 脑子逻辑思维就开始放缓 那心里自然的感受就会出现 那种平静是真正喜悦 当我发现我打20年坐之后 我再也不想打坐 是什么呢 因为打坐是无处不在的 但是您一定打坐 打坐特别好玩 对 打坐你一安静下 你的脑子会乱麻 刚才您说的 实际上一直在 只是因为平时呢 你处理的事多嘛 那个空间被占有了 当你开始打坐的 只是平时存在 脑子里面的一东西 被你清晰看到 哇 才是乳麻 其实平时也在 其实要有这能力 你能这样看清 你都不用打坐了 可能 王耀宁这个心学 讲的就是嘛 就是说 打坐 但是呢 好像心思 能够比较宁定了 但是一碰到事 又不行 所以他就得跟 他的门徒们讲 你得在事上磨 你得凡事都得 在事上磨练 我不知道亚东 你有没有什么 管理情绪的招 其实有的人适合 静下来 有的人适合乱中取胜 就我觉得很 就对我来 因为我特别喜欢 那个大伟林奇 一个导演 他也做音乐 其实我看他书的时候 他就跟你的说法一样 他喜欢打坐 他觉得带他 到了一个全新的 怎么说 从未触碰到的 那么一个层面 他可以感受 特别多东西 其实我觉得 对我来说 这种形式 都是会放大你的 比如说喝酒 有的人说 喝酒可以 写出好的歌 那有的人 是真的喝酒 可以写出很多歌 可是有的人喝酒 就变成一个 满嘴脏话 对 我觉得很多东西 都是放大 那个他自身的东西 其实有的 比如说 有的人打坐 会觉得 好恐惧 突然变成 调动其他 没有触碰过的 但是并不是 他想要的东西 这也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 反正我是觉得 借助这种 借助某一个东西 我一直不想依赖这个 一定要放下这个 苏东坡不是说吗 说这个 佛说久能乱性 说这个 道说是久能养性 他说我呢 有酒就学道 无酒就学佛 真好 所以这就是你怎么 你找到一个 最好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觉得 像您做的 这个行走什么 就是你可能 对我来说 一个好的方式 就是你不断看到 一个更大的东西 我最近 一个特别深刻的 一个震撼是什么呢 因为我在学一点德语 我看到一个 特别长的词 什么 antaxflux 什么词这么长 我一查 是我们中文 叫一种昆虫 叫浮游 然后他德语 特别长 是吧 他就是拼在叫 一天的虫子 就这个虫子 他就活一天 然后那个诗经 也有写到了 就是国风 就有写到他 说他活一天的虫子 但是他就是 那个衣裳彩彩 就是他活的 都是那么漂亮 我就想天哪 这虫子活一天 他忙什么 他知道自己 就活一天嘛 然后在想 如果说我们人啊 如果你有一个 更高的东西 看着你 觉得你们在忙什么呀 你们也就活一天 你的时间 在他看来 就一天你们忙什么呀 这就是古人讲的 这个也可以做 正反两方面的理解 一方面讲叫 下虫不可与兵 就是只活一个 夏天的虫子 你跟他讲兵 没有意义 但是这个通常 就是让人们会以为 就是说一个鸡 怎么可以揣测 一个鹰的境界呢 但是其实反过来想 他活了这一下天 灿烂的一个夏天 对他来说 也是一个生命的 一个圆满自足 是 圆满自足 而且呢 比方说 你刚才讲这个 这个英国有个大哲学家 叫罗素 这个罗素 我就因为我挺关心 这个情绪问题 他说啊 很多时候 我后来发现 我不快乐 就是咱们讲的 这个内观 就是他说 我总琢磨自己 心思比较敏感的人 还琢磨的特别深 后来他觉得呢 我的不快乐 好像就是因为 我总琢磨 我自己的情绪 我太注意我的情绪了 就是太注意 哪疼哪痒了 太敏感了 后来他说 他有一次 在一个火车站 他就试着 他就观察 每一个上车的旅客 然后就是猜测 他背着这个包 他是要去往哪个方向 这俩人是什么关系 然后后来他就说 他说后来 我给我种花的 那个园丁 那个花酱 他说 我觉得他比我快乐 为什么 因为他津津乐道的 跟我讲 那兔子昨天来了 怎么把这个花 也踩倒了 我又怎么怎么 把它种起来 他完成了这个 他很快乐 后来他发现呢 他说 我一个快乐之道 是什么呢 反而表面上看 是跟你讲的相反的 就是说 注意力要向外 就注意力不要老向内 老琢磨自己 这点情绪问题 就是没有出路 他说 后来我发现 我这个注意力向外的时候 我自己的快乐 自己的不快乐 好像消失了 就不重要了 其实我为什么说 你刚才讲的又统一了呢 其实你注意力向外 等于是把你的心量 放大了 就是这个世界 就所谓这个世界 它都在我的心里 我要是只对我自己 越弄越抑郁 越关心自己的情绪问题 就越抑郁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有一部分赞同 但一部分呢 我在听的时候 我脑子下意识在反应啊 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是因为 朝外看的时候呢 所有的事情 跟你没有太多关系 对 你会保持一个 你好了和不好 跟其实跟我没有关系的 但你往内在看你自己的情绪的时候 是跟你有关系的 所以你会更痛苦 所以当你的注意力 朝外看的时候 你带了某种旁观性 所以外在那个痛苦 别人痛不是自己的痛苦 对对对 是这个 你刚刚说的 罗素这个方式叫转念 当他注意到自己 有这个念头跟情绪的时候 他一转移这个念头的 注意力到外部 而转移了 对这个事情放大的恐惧 但是呢 我的态度是 我想遵循一个方式 我不想仅仅通过转念 因为这不能根本解决 我想找一个根本解决的方式 就是 所有的念头和情绪 我都观察到 但我尽量练习 不放大你们 我就全部拥抱你们 他慢慢他会自己平静下来 当然这个需要不断地练习 他当下不一定会解决 就等于我一直练 这个练很多很多年 就当我发现我的 看到别人好夸杀 他要在嫉妒那一刻的时候 我也不要 很多时候 为了道德方面 我开始谴责我自己 陈坤你怎么能嫉妒别人 你不是个高尚的人 不 后面这个道德这一块话 全部放下 我只是看到我在记得 没有对错 我只是看着 过一会儿就没了 因为我很希望 往这方面去练习 反正我的闲就没事了 也就是有闲 我就觉得这好难连 这就是有灵性的人 我觉得很难弄啊 我倒是正好有个相反的感觉 我就是一个小观念 我是跟您分享的 不是对的 不是都是我认为 很有可能是对 它是一个非常高的境界 我觉得反正我 我自己就是特别难打倒 但我有时候 我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 我们大家那么喜欢 出去行走 就觉得好像你的心情 会平静很多 第一个先把你换一个环境 环境对我们影响挺大的 这道山里 但是呢 我们给的要求是 不要说话 直语 直语 反正之后 你在这个山里走 你只眼耳鼻舌 我就把你的舌头 先静直了 你当然不是强制性的 你关掉一时的时候 其他东西会 也许会增强 又放到了一个 也算是好山好水 自然的地方 但是你的注意力 在呢 去觉察你的心 但这个觉察 现在只有看美人的灵性 有些人是看到心 全是看到烦恼 他就放弃了 有人觉得 我的眼睛全部被 我看到的全是美景 他不想看心 也无所谓 这个就是 他这个本来 这个形式呢 有点 有点因人而异 你说这个直语啊 就甭说这个 不说话了 我 我们都有一个体会 我们去拍那个 那个强强行天下 就是 因为你拍这种 这个真人秀的节目 不是24小时 都得带着麦吗 我跟义军 还有这个徐老师 我就发现呢 就甭说不说话 不能说真心话 你都熬不过24小时 你知道吗 坐车上 哎呀 说两句什么 一看这有个麦 是吧 到最后就是 实在就忍不住 能不能跟我们摘了 就你已经觉得 很不痛快了 就是不能私下里 讲这些个真心话 怕被录进去 就已经很折磨了 而且直语 我觉得亚东 你就应该很有体会 你平常就跟直语 对 反正一直在直语 对 反正是 我觉得 总之就是 都是麻烦 特别 其实我觉得 说也 就活着就很累 怎么都不对 你知道吗 怎么都 都没办法 所以做音乐 唯一好的地方是 你可以不用说话 算是他说的 那个状况吧 你在音乐里 去找那个感觉 有的时候 比如说一个音乐 我在北京做 做的歌 前两天 我去美国的时候 我在路上听我的音乐的时候 突然变了 那个音乐的感觉突然变了 其实是因为环境变 像你说 我离开了我习惯的那个部分 突然变得很轻松 其实我听那歌 像听别人的歌一样 或者说那个歌是 外地歌到了这个地方 其实突然变了一个感觉 可是 我其实我特别开心 我回到北京都是开心的 我觉得我写的特别好 可是再一听的时候 突然发现就不对了 不行我还要改 我还要修改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 我也特别喜欢到处跑 但是现在 越来越在自己的习惯里 特别害怕离开自己的习惯 我也是 很害怕 就每一次让我去旅行 我都百般地推托 就是我不要去 我烦 我不想坐飞机 不想干嘛 但是去了就不想回来 没错 你只要去了 那一刻你就突然发现 一切都变了 是你无法想象的 我以前特别爱拍照片 到处拍 但是我都会询问人家 就是我可以给你拍照片吗 但很多老外都很好 他们就 当然了没问题 还给你做表情什么 因为现在太平凡 那直到有一次 我和一个中国的摄影师朋友去 他在拍一个放羊的人的时候 突然那个人就回头说 他其实是觉得 他不愿意让机器对着我 其实我理解他 那一刻开始 就从那天开始 我再也没有拿机器拍过任何人 我就不愿意再拍了 事实上我是觉得 我不想打扰他 就是这样 就是我至少 就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再也没有拍过 路人 我觉得我不要去打扰他 其实行走也一样 去到一个地方什么 我觉得对他们是一个打扰 就总之会有很多很尴尬的东西 我之前去蒙古的时候 和一个乐队偶遇 完了以后 他们就带我去玩音乐 我们一起用那个什么 马头琴什么玩音乐 特别嗨 嗨到最嗨的时候 那个女的倒一碗白酒 来干了 我当时就 因为我真的不能喝酒 可是他一下那个失望 就觉得 我们之前所有的都 都没意义 如果你不喝这个 最后这一下 对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觉得 好吧 就是怎么说 点到为止 我不愿意 也不愿意太过深入 就是做一个过客 特别好 那个感觉 其实当你深入进去以后 也就会发现 他其实 也是不爽的 不爽的事情很多 就像我们有的朋友 就说 因为没有一个人 或者没有一个情况 能够完全如你的 如你所欲 对吧 就像我有朋友说 我看电视 有时候看一个人 前十分钟讲的挺靠谱的 我隐为知己 后来越讲越不对劲了 就就这样 他不会完全按照你的那个 你像你碰到这种情况 就伪 不如自己的心了 经常有吗 比如说 我以为你是这样的 我有 那这种会觉得很失望 我出我自己大嘴巴子 为什么呢 就说 成功你凭什么觉得 应该他就如你所愿 你还没做到 你自己如你所愿呢 您知道吗 就是我都没有做到 我就经常看到别人 去批判别人的时候 我有时候也嘴贱 也会去跟着批判 批判回来之后 反省 特别想骂自己脏话 当然在某个事件的情绪里面 情绪练习还有一个 马上显现是什么呢 我以前一个情绪发生了 我被他带走了 可能两天 我的变化在于 从两天变成了一天 有些时候可能五分钟 唰就过了 或者是有些时候 当下又觉得那个情绪的时候 虽然还是会刻意地 吞一口气 但是我觉得我对于 我一直练习觉察这个东西 慢慢开始有一些效果 像刚才您说的那个 不如我所愿 从小到小 啥如我所愿 我想找他英美巴呢 我还想各种厉害什么的 是不是 就是我觉得其实 就是那个骗局嘛 像您说的 但是想要的没要到呢 我跟你讲一个事情 就针对你说 想要的没要到 这个骗局对我来说 我从小长大都是想要 我想要我爸妈不离婚 我想要怎么样 我想要怎么样 我当我开始慢慢到最后 面对说 我何必要想要呢 我要面对一个东西是 后面怎么 接下来发生的事 我都要赞美和一个 乐观的眼光接受 我去年下半年 面对非常糟糕的一个局面 从客观的成坤觉察 这个情绪里面 我是知道 但是我又很享受 好久 十多年以来 除了抑郁症那段时间 从来没有这么糟糕过的快乐感 就是痛苦啊 完了烦心事啊 你就跳不出来那种快乐感 你知道多么病态 就是等于我认为 我认为所有的情绪 本身有两面性 对 急痛呢 实际还会带来某种瘾 对对 某种过瘾 甚至是我总觉得 有些艺术家啊 或者说是生命能量 非常强的人啊 我跟你说 就是喝糖水一样的恋爱 对他来讲不够劲 不够劲 就没力度 没力度 你知道吗 非得弄到死去活来 实际上有些时候 就像你那个嘴里长了溃疡 你舔他 是吧 他是疼吗 但是你为什么老舔他 就是 好像你需要一些带劲的 这女的能理解吗 我能理解 我是觉得那个里头 就是有种 不痛不快嘛 对 你掉到这里头 你会觉得那种痛苦包围着你 你其实觉得挺安全的 不知道是为什么 还没有这个 不要再附加一个概念 好好好 就是痛就是痛 痛还挺快的 要痛快 我觉得有些时候 就像我酸我自己嘴巴的 我觉得有些时候 是做的不对 三哥哥 挺开心的 就是这么简单 就像是上次 我看那个阿诚老师 写一个文章 就说这个古典音乐 他说有音乐家 我忘了他说的是谁了 他说你看 他呢 实际上后来考证出 他生前患有很严重的什么病 就极其疼痛 极其疼痛 然后他说 你在看他的那个音乐 那个弦乐 他说你那感觉 像不像是捉着牙花子 疼呢 能这么理解音乐吗 其实有时候特别相反 有时候特别相反 相反 相反 就是那个作曲家的真实状况 和他的音乐 是不一样的 就跟莫扎特一样 其实莫扎特 你看他的书信就知道 他也是满嘴脏话的 可是音乐就是 就是天赖一样 一点阴影都没有 对 有的人就是相反的 你不可以把他生活里 跟他归结起来 就是每一个人表现的 那个方式不一样 其实特别 有很多时候 比如说 大家都在说情绪什么 其实我们都是过得 比较精致 比较做做 我觉得还有时间 去想情绪这件事情 可是对于很多人来说 因为别人不知道 比如说我爸爸 我从来没见过 他任何情绪 我从来没有见过 他没有情绪吗 他一定有 但是他永远那个部分 是不会让你看到的 当然他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人 但是艺术家 就真的是不行 我觉得他要 要去宣献那个部分 要不然他可能 所以说有的时候 反而您刚才说的那个 我认为他刚好是相反的 就是不一定他疼痛 他写出来音乐 就是疼痛的 有的时候 刚好是反着的 对 那也是他的解救 是吧 也等于是他的治疗 没错 对吧 所以这人的心 就是深入海 你就说这个自我觉察 但是有没有 你自己都没有觉察到的 但是实际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 你刚才讲 好比说你小时候 希望你父母不要离婚 对吧 那么 这个东西 可能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但离婚的这个事情 有没有影响到了你终生呢 比如说你的 对家庭的想象 或者说对于 爱情的这种想象 你比如说我记得 我有个朋友 就是玩这个心理的 就跟我讲 他说 他说你的这个恋爱的问题啊 他说跟这个初恋的失败 很有关系 说白了就是一招被蛇咬啊 十年怕警惩 你比如说这就是一种影响 就永远先把自己保护好了 但是这样的话 你就很难把自己交出去啊 我是举个例子 我父母的离婚 给我的影响是 小时候就是埋怨 现在呢 又是变成另外一个 几种是感恩 为什么又觉得 我经历过这个 才能创造 这是两种概念 两种情绪概念的自我欺骗 可能我现在真正的收获是 我懒得去观察 他就怎么样 我都happy 就我希望我happy的面对 我如果明天出车祸死了 我也觉得应该的 我也不担心 并且我前段时间 还经常跟我一个朋友讲说 哎这个担心啊 这老担心啥 有点像个轻微诅咒 像自己给自己设了个讨 嗯 我说我不要啊 我反正要么担心 我还不是假装乐观呢 假装乐观久了 之后呢 他会承担另外一个圈套 其实我觉得 因为二元世界啊 那样 黑夜跟白天的关系 自由跟拘束的关系 就是二元对立产生的 我只不过从这样一个陷阱 想跳到另外一个陷阱 其实我都在自己桌而已 哎呦 我觉得他这个桌呀 很 道行很深了 没有没有 我是看书 所以 就是 唯一的疑问是做到没有 没有 因为呢 这确实是一种很高深的东西 就是 人呢 你 像我们前一阵 真的去贵州 去王阳明悟道的一个地方 他就讲 就是说 人的心里有一面镜子吧 咱们就最简单的说 就你能不能觉察到你自己 这个很好用啊 就你比如说那个陆怒啊 你这个人 比如说像他们有时候 有一种犯罪叫激情杀人 激情杀人就是火遮眼了 就是那个觉察 你发现没有 只要你 比如说你说 亚东说我生气了 谁说我生气了 谁发现自己生 你觉不觉得这里分离出一个 你只要你知道你自己现在在愤怒 你这个人就不会 不会失控 不会失控 对吧 你看那火遮眼的都是这个没了 那就完全被情绪所主导 所以这个你要到最深的这个修行上讲 就是人就待在观察自己的那个立场上 到达最后 你像我经常拿文道开玩笑 我拿那开玩笑讽刺他 就是说这个 说就是到最后你对你的感受 能够达到一种没有价值判断 就比方说他们那个到泰国那边去修行 说什么 说那个法师领着我们去那个雨林 热带雨林里 说那个蚊子 说蚊子盯进去了 说它是难受吗 是你概念上的难受 然后呢 你感觉它 你不要对它有贬义的 它只是有一个尖针 你觉得它刺进了你的皮肤 然后慢慢的呢 你感觉到痒 然后呢 这起了个包 就观察它 不要对它生出喜恶 我天哪 道理讲得非常高妙啊 做不到的 对 所以我就学文道 我说你是不是一回酒店房间 这个东西 我觉得太难了 这个可能古 当然古人有很多 他也观察这些东西 但人类现在可能真的是有 人类历史上最长的和平时期 繁荣时期 大家全世界的人 不光是中国人 全世界的人都在思考我们的情绪 都在觉得我们没啥事可愁了 就烦恼自己的烦恼 不是 这是看怎么样定位的问题 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 可能是富足的状况 追求精神 您的意思是这个是吧 都有 不不 我就说现在 就是确实有这样一个趋势 我不是说我们不要观察 当然要了 从古至今 我们都在看我们的人心这个事情 但是我就说 就很好玩的一个事 说在那个耶鲁大学 说开了一个课 叫快乐课程 说是历史上最受欢迎的 就一门课 几千个学生全去报 后来呢 开了就第一个学期就不开了 那觉得那老师说 这课太受欢迎 其他老师都不高兴 就是你想教授快乐 结果你发现 你导致了其他人不快乐 这个事情太难办 对